是打假球嗎 前SBL球員吳靜穎 涉嫌簽賭 經調查25萬元交報 給底線的羅振峰 提腕台皮 永鋒雲報羅振峰 自信坦承簽賭 遭球團解約 藍坦醜聞浮出檯面 藍協幾集發聲明 11月1號召開三大聯盟會議 針對三個聯盟之間的 互相溝通 當然現在大家都針對 防賭跟防打假球 都非常嚴肅的看待這個事情 藍坦捲入千堵打假球 吳靜穎和其他球員 未曝光的對話記錄外流 包括他們跟其他朋友買 或是你前面可以拉開 後面再放13.5我出等 顯示涉案人數不少 目前傳出除了本土球員 洋將 運動防護員等多人 都有涉入 還有職業球員私下怒批 有裁判不懂利益迴避 疑似經營非法求辦 這都是極為有可能的事 甚至把那個大咖的球星 大咖的裁判 把他納入公司的整體去 那就更好控制比賽了 可以說是皇后的爭吵 如果有裁判涉入賭博 或是假球的話 那藍鞋一定也是 最高最高標準來面對 涉賭跟假球是絕對絕對 不太容許的 藍鞋和刑事局 建立順暢的溝通管道 一旦發現籃球圈射堵搭架 避開紀律委員會 演辦 落屬時 一律逐出籃球圈 三天新聞 張博威 都配合SNG小組 台北